如果你家出现一只巨型蝙蝠 你会不会被吓一跳 导师的节目组 今天利用巨型蝙蝠来整骨一人 而这个能感也来自于世界上 真实存在最大体型的蝙蝠 金钻飞虎 集体长能达到1.5米 具有人类的身高 首先被整骨的倒霉 但是我们的大壮 为了配合演出 自己的妻子也加入了整骨计划中 假装自己被蝙蝠袭袭倒地 然后丈夫发现后 节目组准备的蝙蝠就冲出来吓死 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看丈夫是怎么被整骨的吧 进家后丈夫叫了一声 妻子没有反应后 就发现不远处倒地的妻子 然后就急忙过去查看 丈夫看到蝙蝠的一瞬间 背下的贪人在地 都顾不上倒地的妻子 发现蝙蝠没什么危险后 丈夫也镇定了下来 还推了蝙蝠一把 我们的蝙蝠随后拿起了桌上的水果就溜了 留下猛逼的帐子 而妻子还非常敬意地躺着原地不动 直到节目组出来告知真相 丈夫才知道自己被整骨了 接下来的倒霉带是我们的眼镜哥 工作忙碌的一天的他 回到了自己一个柱子公寓 更换自己最舒服的衣服后 眼镜哥坐在沙发前的格外轻松 丝毫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恐怖の底へ叩き落とす 好家伙 这个眼镜哥直接吓到一个弹跳 跳到了床上一路退往角落位置 直到节目组出面告知真相后 眼镜哥才长出一口气 不得不说小日子的综艺太准了